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股坛思见》 我是市基金的李浩德 在我旁边是蕭文庆先生 施老板你好 你好 施老板,4月就算是完结了 市亦有些交代,都升了4-5% 近期疫情好像有些好转 你怎样看? 其实已经截连4日 零新增感染 这个消息,我发觉我身边的朋友都很兴奋 为这件事而觉得香港应该有转机 已经熬了几个月了 证明香港人的努力其实没有白费 另外政府在抗疫上所做到出来的成绩 亦都可以肯定香港不是一个失败国家 不是一个失败政府 其实我们无论从测试疫情 确认,确认之后的追踪 对密切接触者的隔离 其实都是做得比世界上大部分地区 我们才有这样的成绩 比新加坡更好 现在跟新加坡相差很远 如果跟欧美的所谓先进国家 我们的成绩都很好 所以大家对香港也没有信心 我们还是给很多地方优胜 未来的情况,整体来说 应该可以看回乐观一点 这个月股市也升了一点 跟疫情有关系 也跟将来货币供应这么多 大家对资产价格也会看回好一点 这件事我相信是对价格来说 货币流通的程度 是起到压倒性的因素 但是经济 当然疫情之后 经济会逐步复苏 譬如政府也开工 因为政府不开工 很多东西都停了 我听我的同事说 想交税都没得交 那些发展商申请预售批文 又申请不到 所以起码社会不会停败 我相信出来的消息 越来越正常一点 大家对后市的信心也会加大一点 所以即使是有波动也好 我相信总趋势就是向好那边去 但我记得施先生 你也有少少先进之明 刚才我们拍片之前 你说其实市场 你也观察到有些暗涌出现 暗涌其实不是市场 我观察到的就是整个政治的大环境 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譬如疫情之后 美国就说要和中国 减低关联 对中国的依赖 无论是否找它做生产基地 或是一些必需物资 还是否靠它供应呢 基本上 美国是不想继续下去 不想继续下去 有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个就是经济上 你不借助外面的有利因素 就被迫使用一些不利因素 即是不在中国的工厂做 留在美国工厂做做 不利 在美国工厂做 去一些其他第三世界的工厂做 可能那边的生产条件 都没有中国那么好 所以变成本会增加 它的盈利会减少 发展速度会减慢 这个对美国不利 当然对中国一样 不是一定那么好的东西 另一方面 政治上我相信对香港影响更加大 因为香港处于中西文化的交接点 是很特殊的角色 是很特殊的角色 这个角色以前是因为中美有一定的合作 互相利用 香港有角色扮演 但如果中美是分家的 香港就会处于两难的境地 即是一对夫妇有个小孩 父母恩爱 小孩当然容易做 父母经常吵架 小孩就说要离婚 还说你跟爸爸 你跟妈妈 当然用夫妇来形容香港不算很贴切 但香港一样面对 来后中美争辱的对话时 究竟如何取捨 离到来要你选择 另外 以前 中国政府给香港很多特殊优惠 虽然一国两制有些人说 一国两制跟我的理想差很远 这是你个人自己的主观理想 但客观上来说 作为一个共产政权 他容许一个他主权下一个城市 给他可以行资本主义 给他有一定的司法独立 有一定的新闻自由 亦都给他沿用很多 旧的殖民地下的营运方式 其实在他来说 他觉得是放弃很多 或者妥协了很多 目的就是 因为这只鸡 因为我会生根蛋 所以就给他一些好东西 如果说以后 西方不再给香港有这个特殊功能 例如去年很多人说 要美国通过香港政策法 不要让香港有那么多优惠 如果没有优惠 他还给那么多特殊胜利 所以我自己害怕 如果反面 他都不投书忌器 我都不生根蛋 他就很多以前比开的东西 就未必实比 另外 比了有些东西香港人 如果有人没有好好的利用 还跟他对着干的话 我相信他再给的 那个积极性就不大 分分钟 会不会收紧 会收紧的 例如 法治上 我都给了不少空间 你动下就说法治已死 动下就说没有了 没有了就不要了 另外 譬如 主权国的权威 对宪法的尊重 对国旗、国歌 你玩它没有面对 那些非原则问题 你都要搞大它 既然这样 他就收紧它 所以我自己觉得 接下来香港人可能被迫 要你在中美之间作取写 而你要 你即使是意识形态上 像西方、跟西方 但是你如果要 选择西方 你在香港付出的代价很大 我举个例子 譬如 两夫妻叫离婚 儿子问你跟父亲还是跟母亲 可能平时母亲照顾你多些 母亲感情好些 你计算一条数 哇 一家屋是父亲的 读书是父亲的 跟着母亲 可能 可能经济上 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你要作选择的时候 可能要作为 两难的 现实的选择 所以香港人 可能在中美分家的情况下 香港人都被迫要作某些取写 这个取写可能是 不是纯粹主观意愿 想怎样怎样 还要看客观的现实 要作妥协 这是来近香港的一个大环境 在经济上 会有什么影响呢 经济上 不确定性是增加的 你变成之后 中国是否适应 跟美国分家的环境 分家之后 经济是否能够好 将来一定是受中国影响 会比受美国影响 这在早十多二十年已出现 而受中国影响 中国遇到这么大的变数 香港一样会遇到变数 所以如果香港是 调节得快地 适应得到 而中国亦重新可以达入 经济增长的路程 香港就有发展 如果中国被美国切割之后 是一层不起的 现在很多人 是亡之爆 如果中国是经济爆破 香港就真是 厄运难逃 所以变成 你看他资过 你就付出很大代价 这个形势发展 是迫着你 只有这种选择 最后当然要问一下 先生 有这样的观察之后 对于我们的股市上高 应该有什么特别留意呢 我自己说 钱多什么都会涨 但是有这么多不确定因素下 市场会波动 会大起大落 大起大落的结果就是 小部分人把握到时机的 就赚很多 普通人 把握完左边 把握右边 就会嘔吐 是很不幸的事情 要看大家对社会 是否有进一步的关心 对经济理论、政治理论 有更多认识和密切观察 最重要是多看我们的股团事件 希望有帮助 今天时间差不多 谢谢施生 观众 如果想多了解我们最新司徒版的观点 记得去到我们的网页 还有给个赞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